足球一哥陈柏良心心念念台湾的足球发展 继去年举办足球教室巡回座谈会后 今年又自掏腰包 于30日举办陈柏良足球精英学院训练营 让来自中正高宫中山宫商与惠文高中共30位小将感受职业级的训练 我们透过长期观察台湾的球员 讨论出高中球员在这个阶段最需要加强或者最重要的训练关键 像是第一时间穿孔球判断接球的时间点 攻手转换时第一时间的跑位等等 这些也许是小细节 但往往却能够决定比赛的胜负 也是帮助个人技巧提升到高一个档次的关键 陈柏良说 台湾队长举办的训练营 实资当然是超高规格 包括同位旅外好手的温志豪 现任国家队战友 陈一维中华队教练方姓人 李蒙甘也找来前国门台湾 不逢吕昆奇担任守门员教练 六人虽然身处各地 但近期透过手机联系讨论 就是要让学员感受到职业队等级的训练方式 如何透过分战进行高效率的练习 其实现在的足球训练时间不用多 直最重要训练最后进行分边对抗赛 教练团在借由室内课点出所看到的问题 与学员交流 陈柏良这次举办训练营 成本超过50万元 不过出席的凯基银行董事长魏宝生30日也宣布 陈柏良的经济团队已申请成立公益信托基金 未来专款专用挹注足球发展 明年计划举办找国内高中联赛前两名球队 加上两支国外高中代表队举办邀请赛 就能够结合更多支持台湾足球的力量与资源了 中时电子报